当您拿到全新的Phyton 4系列飞行器的时候,需要对飞行器进行激活。 接下来,我们以Phyton 4 Pro为您演示如何激活飞行器,同时也适用于Phyton 4 Advanced。 首先,开启遥控器。 再开启飞行器。 使用USB数据线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,请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已连接网络。 点击DJI构思,会弹出激活页面。 首次连接飞行器,需要对硬件模块进行激活。 激活后,您将拥有一年的保修服务。 点击后一项为您的飞行器起名字。 点击下一步,设置您的摇杆模式。 如需自定义,可激活后进入遥控模式。 默认摇杆模式为美国手。 点击下一步,设置您的参数单位及视频制式。 选择合适的参数作为您的拍摄参数。 点击下一步,进入新手模式设置。 为了您的飞行安全,出厂默认设置为新手模式。 无GPS信号不准起飞,并限制飞行高度和飞行半径。 限高及限远均为30米。 点击下一步,登录您的DJI账号。 输入您的手机号码以及获取到的验证码。 点击确认。 请注意,激活后账号和手机号码不可更换。 飞行器的信息将以您的账号和手机号码绑定, 作为维修及售后服务的依据。 同时可以接收到官方推送的最新消息。 点击激活。 激活成功,建议您观看新手臂看里的安全飞行教学视频。 以减少新手引失误操作造成意外事故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感谢观看